万荣乡公所今天早上10点 在万荣乡万荣村西宝大桥旁 举行113年度防训抢险疏散 紧急议变演习 由乡长梁光明担任总指挥官 期盼借此强化与熟悉各项处置作为 与各单位间离灾 抢险复原及灾报联网的作业 并结合以往的防灾经验 找出可能疏漏的地方 让每一次的灾害防救 都能做到迅速安全与灵伤损 跟安排情境模拟 以考验团队的作为 从台风来袭时 广播通报 居民预防性撤离 或者提防灾害抢险工法的操作 万荣乡公所年度防训演练 特别安排各项情境模拟 考验团队合作默契 以及面对灾害时的应变能力 环环相扣不马虎 万荣乡公所今天上午在万荣春西宝大桥旁 举行113年度防训抢险疏散 紧急应变演习 不料天空不作美下其大雨 乡长梁光明担任总指挥 军警销 设政医疗单位 与社区部落等各参研单位人员 不畏于事 认真确实的操作演练 令上级单位肯定 即使有关我们在花东地区 每次迎接都是台风 现在又多一个地震 倘若这两个灾害同时发生的话 那可能更严重 所以说任何的灾害 任何的灾情 还有通过这种情况之下 我想这个都是一样 我说讲的纵向能量联系很重要 每一个任务都有它的编组 就是说各个的单位 你一定要熟练自己的技能 以及专业 相互的配合 才能减低我们的灾属 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下 花莲近几年来碰上地震风灾 复合式天灾的冲击 防灾避灾也成了重要的课题 总指挥官乡长梁光明 对此强调演习视同作战 要求每个环节都应该确实到位执行 而针对历年来发生的灾损 做总检讨 以及假想演练 更提醒民众 防患未然 与做好准备工作 记者是玉兰 万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